星期三加油站 上帝的恩典 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站 华人世界有位知名的学者 台静农教授 他生前经常重复这八个字 人生时难 大到多起 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 人生的确十分艰难 大路上总是有许多的小小分岔路 人生时难是人生的真相 就算你是基督徒 你也会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 体会到人生时难 人生究竟为什么会这么难 我们今天要看诗篇第66篇 诗人在其中描绘了生活中的许多痛苦 可是令人吃惊的是 诗人竟然说 在这一切的痛苦的背后 竟然是上帝使这一切痛苦发生 更加令人吃惊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 诗人竟然会因着这一切的痛苦艰困而赞美上帝 我们来看诗篇第66篇8到12节 万民啊 你们当称颂我们的上帝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 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上帝啊 你曾考验我们 你熬练我们 如练影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罗网 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 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使人很清楚地向上帝表达 上帝是你 是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让我们失去自由 是你 你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活得像一个奴隶 是你 你使人践踏我们的头 让我们就像战场上的失败者 被蹂躏 被羞辱 是你 你让我们的人生 就像经过洪水和烈火 那么可怕 那么痛苦 但是 诗人在说了这一切的痛苦之后 诗人却做了一个总结 诗人说 是你 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第十二节 其实在今天的这整个段落当中 诗人一开始就对世界宣告 万民啊 你们当称颂我们的上帝 因为诗人希望全地都听得到赞美上帝的声音 我想我们当中许多人会因为病得医治而赞美上帝 但我们当中有谁会因为生病不得医治而赞美上帝 有谁会因为失去亲人而赞美上帝 有谁会因为患难挫折痛苦失败而赞美上帝呢 然而诗人体会上帝虽然允许这一切的患难发生 但同时上帝使我们的性命存活 是上帝使我们脚不会摇动 使我们稳稳站立 因为我们的生命重心不会摇动 上帝就像熬练影子一样熬练我们 然后在经历一切的洪水烈火的患难之后 我们会被上帝带领到那丰富之地 2017年6月初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 他到一所中学去参加他儿子的毕业典礼 并且他发表了一篇演讲 我想这篇演讲对我们今天要了解 10篇66篇会有所启发的 以下是这一篇对中学生的演讲内容 我希望在未来岁月中 你能时不时地遇到不公 唯有如此 你才能懂得公正的价值 我希望你尝到背叛的滋味 这样你才能领悟到忠诚的重要 我祝你们偶尔运气不佳 这样你才会意识到机遇 在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而明白你的成功并非天经地义 而他人的失败也不是命中注定 当你偶尔失败时 我愿你的对手会时不时地幸灾乐祸 这样你才能懂得互相尊重的重要 我希望你们将来会被忽视 靠着耶稣我们会走到那丰富之地 我今年经历了不少事情 几个月前我毅然决定离开原本的侍奉岗位 直到最近仍然有关心我的弟兄姐妹问我 传道你开始侍奉了吗 我想对我来说舍去传道人这个身份 我心中会有所迷茫 但是我也开始重新思考 耶稣在我生命中的意义 还有侍奉在我生命中的意义 我相信尽管人生时难 我依然相信我会走到那丰富之地 并且我正在走向那丰富之地 你也一样 尽管人生时难 你也可以走向那生命的丰富之地 我们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在内心当中 在内心深处 深深知道 一切的患难 是经过你的允许 才会发生 帮助我们在内心深处 深深知道 我们经过熬练过后 会像影子那样的纯净 帮助我们在内心深处 深深的知道 我们会靠着耶稣 走向那生命的丰富之地 谢谢你天父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谢谢你给我们盼望与平安 谢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求的 Amen 星期三加油站 我们下个星期三再见